恭喜發財 歡迎收看今集的國樂新星 我是竹韻小集的王家樂 新年又到了 相信大家行商場的時候 一定聽過不少的學年歌 例如《迎春花》、《財神道》和《步步高》 但你們又知不知道以上哪一首是最早面世的呢? 就是我們待會為大家演奏的《步步高》 《步步高》是由越岳一代的宗師呂文成 在1935年的時候創作的 這次我們將會演奏一個非常特別的版本 是由香港作曲家王學陽先生編曲的 希望大家喜歡吧 不過在欣賞之前 我們也要請王學陽先生介紹這首樂曲 恭喜發財 待會大家聽到的《步步高》 是用了拉延綠蟲奏去演奏的 這個版本是在2014年 由香港中學團委約編曲的 那什麼是拉延綠蟲奏呢? 這個組合有一把高壺 兩把二壺 一把中壺 一把大提琴 和一把低音大提琴 這個編制會令拉延重奏更加有豐富紮實的效果 因為步步高的旋律很多百度的跳動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高壺和二壺和中壺的對答 這種音區的交替和音色的對比 令樂曲更爽朗和活躍 令人感受到新年的熱鬧場面 好像有武龍武師和鬧雜事這樣的情景 好了 現在我們就一起欣賞 由竹韻小集的拉延綠蟲奏去演奏這首 家傳戶曉的賀年廣東音樂《步步高》 餐延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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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